大家好,我是十一玉兰,一起来关心5月10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首先来看到花莲县议会定期大会宪政总质询 针对了地方建设的部分,县议员韦家贤提出建言 花莲县议员资资新台币4.5亿元 在花莲市打造日出相接大道 因两车路面倾斜、排水不易等问题引发民众反弹 今年年底文工之后有地板破裂、电线外漏、积水等缺失 仍在改善阶段当中 县议员韦家贤搬出有翅膀贴有黑白大理石的大箱道具 表达对花莲市不相担忧 我们希望花莲的建设能够越来越好 在日出湘系的大道 我们可以看到花莲县政府花超过5亿元的经费 我们非常支持相关的建设 但是建设出来的成果却不足民众的预期 那路面倾斜、打滑 然后有可能会造成积烟水的问题 都没有办法来做相关的改善 那我们真的希望花莲县政府能够了解到民众所需 在日前的民调里面 1746份非常大的一个比例 将近八成的比例是对于湘系大道的一个新建部分 后面的成果感到失望 那我们也希望未来花莲县政府能够赶快来做相关的改善 那包含了殡仪馆、南宾志宏池的新建 这些都是我们非常重要要立即改善的一个状况 那当然在里面我们看到花莲很多的建设 很多的元素都已经失去了花莲的DNA 那我们希望花莲县政府能够重新找回相关城市的DNA 可以重新插量花莲这个品牌 现任魏嘉先生表示 日出交易大道部分路段高低插打40公分 倾斜9% 家属只以道路倾斜且现场交通标线 并为依道路交通标志标线耗置设置规则 划设标线对造势全责恐难以釐清 保险理赔可能因此而不理赔 宏池政府建设处长邓志宇表示 相关缺失施工辖施 已经为请厂商改善 未解决技术的问题将石板铺面拆下 重新调整 还没有改善完成 全数改善完成之后就会办理验收 记得中文欢迎收到